總結,我是不是沒聽分的 所以做不好抖音 你是否覺得自己長得不夠好看 表現力不夠吸引人 或是啊,腦袋就是不夠 講話沒內容 還是說你不是負荷帶 沒有黑卡可以剪 沒有豪宅跑車 這些跟做好抖音都沒有關係 如果聽到這邊更同的話 建議點讚搜查 因為把抖音做好是熟練問題 不是天賦資源問題 即使你表現力很好 不怕鏡頭 長相是做下去剪美 本身是個負荷帶有豪宅跑車 但都不等於你能把抖音抓 或是說你可以在抖音上面 持續獲得有價值能變現的流量 關鍵在一個公式 內容思維加數據思維 第一 你能具體幫哪些人群 解決什麼問題 通通把它寫出來然後拍出來 這就是內容思維 第二 為什麼平台要推你的內容 不追其他人 因為你表現比較好 什麼要表現好 你數據比較漂亮 看哪些數據 舞美玩播率 整體玩播率 和互動率 這就是數據思維 所以你能幫誰解決問題 比你是誰的重要 專影音的結構 比文字能力更重要 做抖音是熟練的問題 你必須要跟對人 做對方向 不斷的練習和嘗試 是能把正門手藝給練起來 來 喝茶 加入總監粉絲群 2023我們一起用端銀 賺錢